其实呢这个话题呢也是老百姓比较关心的话题 其实大家无非就是想要询问一种对自己健康管理方式最好 其实在我们正规的糖尿病诊疗指南里面 是没有推荐糖尿病患者专门需要喝什么茶的 那如果一定要推荐呢 我们还是推荐茶多分含量高的 具有抗氧化作用的这类茶 包括呢绿茶红茶以及白茶 这三类茶呢可能是我们推荐比较多的 我们说绿茶呢它富含了儿茶素 那么儿茶素呢它的口感是带有一点色味 所以呢我们泡绿茶的时候喝的时候感觉到是有一些色的 这就是它里面的儿茶素的成分 儿茶素的成分呢它不仅能够延缓肠道内的糖的吸收 能够抑制呢仓后血糖过快的升高 同时呢它还有调整血压血脂的这方面作用 跟它的抗氧化作用有紧密相关的关系 那么我们会推荐糖尿病患者喝绿茶 但是不会推荐它 不会建议去喝过多的浓茶这样子 那红茶也是可以推荐的一部分 红茶里面的成分呢就包括茶黄素以及茶红素等等 这些好的元素那么它具有一些抗癌抗心血管疾病 以及抗氧化的好的作用 那么糖尿病患者呢在冬季和红茶也是有非常好的保养作用 通常呢我们还是会建议各种饮茶也罢 还是建议适可而止 不要建议过多的浓茶以及量过大 这样呢可能就有点过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